一个牵着毛驴的老者来到了天下第一庄 却被狗眼看人低的护卫拦住去路 护卫表面上彬彬有礼 实际上是见老者穿着朴素 可能是趁着赌方联盟大会召开 特意前来蹭吃蹭喝的 因此要老者拿出请帖 否则就不能进入博二庄 老者果不其然没有请帖 遭到了护卫的出言嘲讽 又是一个小白石白河占便宜的糟老头 麻烦向宇文庄主相告一声 说华山糟老头贺云天曾造访贵庄 得知老者乃是当今的武林盟主 两名狗眼看人低的护卫 当即明白闯了大火 与此同时 小鱼的父亲与老大 同样收到博二庄的邀请 前来参加赌方联盟大会 小鱼提醒过于老大 博二庄似乎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照着情况看起来 这次的赌业同盟盟主 已经是宇文库的囊中之物了 放心吧老大 我呢已经开始调查博二庄的阴谋 在赌业大会之前 为了查出宇文库的阴谋 小鱼和无忌找到了消息灵通的圆球 乃至小鱼刚刚见到圆球 就如同进入博二庄的禁地一般 不停地打着喷嚏 圆球与小鱼打闹一番后 说出了他发现的一些疑点 昨天晚上我睡到半夜 去厨房找吃的 当时我很饿 突然之间 有人暗中对圆球出手 圆球的身上瞬间燃起了熊熊烈火 小鱼和无忌拼尽全力 才灭掉了圆球身上的烈火 可惜已经为时已晚 圆球已经被烈火烧死 得知博二庄内有人自然而亡 宇文普立刻召见了小鱼和无忌 他认为小鱼与无忌两人 有很大的杀人嫌疑 两人方才说出是有人从背后放暗器 圆球这才开始自然 然而马总管检查圆球的尸体 却根本没有找到所谓的暗器 明显是小鱼和无忌在预盖弥彰 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他们两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发生过两次 他们所谓自然死亡的时候 你们两个都在现场 本庄主可以肯定 人都是你们两个杀的 爹 绝不是他们两个 不用说了 宇文普根本没有理会宇文霜 下令马总管将小鱼和无忌压下去 严刑逼供查出事情的真相 千军一发之际 武林盟主贺云天到来 华专派掌门人贺云天 贺信人到 出零 不用客气 贺云天到来让小鱼抓住了救命稻草 连忙出言向贺云天求救 贺云天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认为要预谋杀死一个人不容易 小鱼一看就机智过人 不可能挑自己嫌疑最重的时候 在博尔庄内堂而皇之地杀了圆球 因此小鱼和无忌不会是杀人凶手 在贺云天的仗义之言下 宇文普不得不放了小鱼和无忌 夜晚降临 小鱼和无忌分析圆球说过的话 发现圆球想表达的意思 是在厨房发现了什么东西 于是小鱼和无忌两人 来到博尔庄的厨房一探究竟 谁知小鱼刚刚进入厨房 便立刻打起了喷嚏 无忌想起了这些天的经历 他们三次见到有人自然 还有在博尔庄的境地 天门的分舵正良米装 小鱼都会不停地打喷嚏 这些或许有什么关联 小鱼更是惊奇地发现 他靠近厨房的米袋时 打喷嚏就会更加地厉害 怀疑米袋中有什么猫腻 哎 怎么可能 这是米啊 好像不是米 无忌发现米袋中装的不是米 于是拔出长剑筒了进去 从里面取出了一些黑色粉末 两人知道长春见多识广 将黑色粉末交给了长春 看看能否鉴别出来是何物 长春用小拇指沾了一点 放进嘴里 立刻痛得惨叫连连 并且嘴里还冒出了些许白烟 这些粉末是很厉害的火药 火药 是啊 这种火药只有西域才有很特别的 里面还有一些很特别的物质 说了你们也不懂 我来示范一下 长春拿出一个茶盘 将火药倒进了茶盘之中 紧接着又提起茶壶 将茶水倒在了火药上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火药遇见茶水竟然燃烧了起来 真神奇 水果不是不相容的吗 这种炸药里面 还有一些很不稳定的矿物 那种矿物 一遇水就会起火 把其他的火药点燃起来 等一下 博尔庄里面干嘛藏炸药 睡画 静 Putnam 静 静 感谢观看